台北市西北市公车组等公车想知道车多久会来 除了可以透过站牌电子告示获得资讯 有智慧型手机民众能够下载APP来查询 而现在市府为了推广呢又推出了语音查询系统 打通电话输入路线说出站牌就会告诉你公车多久会到 但是现在却被民众反应超难用的 因为这个语音辨识呢常常听不 要是遇上了台语发音更是完全查不到 公车族呢常常痴痴的等就是等不到自己要大的车 台北市现在推出语音查询系统 我们来试试看你的车多久会到 630路线公车 请说出你有查询的站牌名称 民权复兴路口 抱歉我没听清楚你说的站牌名称 抱歉没听清楚 这就是最新公车语音查询系统 问题是出在发音不标准吗 可多民众测试后感想都是 说出你有查询的站牌名称 呃民权复兴路口 这样花了多少时间 一分多快两个一分半 这好用吗 不好用 民权复兴路口 要查询的是 花车正确定收 正确 公信查询 车 请发询 连听标准国语都常常无法辨识 如果是台语发音或遇上台湾国语 可就更难了 文竹公 抱歉我没听清楚你说的站牌名称 行天公台语文竹公 系统听牌 一样说没听清楚 这套语音六月一号上路 而且是付费电话 还不保证一定查得到 这个APP下载那个 没有那个查 很方便就对 有智慧洗手机的民众下载APP 查询公车到站 快速又方便 一般民众在公车站 也能透过电子告示牌 及时知道公车多久会到 花钱耗时又无法保证查询的语音系统 相对的接受度超低 这位是网络的小琪 黑白报道